露西是镇上有名的女警长 她思维敏捷 破获了许多重大案件 这天清晨 露西在镇子里例行巡视 发现路上有一男一女在争吵 男的说 这南瓜我认得 你是从我的地里偷出来的 妇女说 你诬陷好人 南瓜是我从自家地里摘来的 两人争论不休 还差点打了起来 露西连忙上去阻止 然后仔细观察了一番 破获一会儿 她对妇女说 你把这些南瓜很成熟的 和未成熟的分成两堆 数一下有多少个 妇女只好照办 然后说 已经熟了的八个 还有没熟的五个 警长冷冷一笑 你果然是偷南瓜的贼 妇女气急败坏 你有什么证据 我还以为这么出名的警长 会公正判断呢 没想到多一个样 警长不慌不忙地说 如果是你家地里的瓜 还没成熟 你摘来做什么 妇女听了哑口无言 承认了她偷瓜的事实 小伙伴们 如果你是警长 会用什么办法解决